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3号 我预购的数字版战神5玩了快10个小时了 现在的感觉和当时买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 如果还没买的同学建议看一下我的分享 再决定是否购买 我先说一个观点 任何一款游戏都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战神5是索尼的看家大作 在全球有很多拥躬 索尼也是靠着战神5 准备拉动一波PS5销量 但是大家不要把它神化了 下面优缺点我都说说 我在玩的时候第一感觉 人物的走跑还有跳跃 还有当鞦韆还有打斗 这个节奏比四代快了很多 虽然地图变得更大了 但是推进的速度我感觉也快了 这点给好评 第二过场动画感觉都是及时演算的 感觉不到是CG动画 分镜头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不过战神5的画面 我感觉不是PS5顶级的 我感觉像是在战神4的基础上升级上来的 如果四年前的战神4的4K画面给80分的话 战神5能给100分 如果战神5是全新制作的 如果再放弃对PS4的支持 我估计画面会更好 其实不仅是画面 PS5的SSD固态硬盘的性能也没用上 在玩的时候还有大量的走夹缝 钻地图还有树上的那个传送门也需要等很长时间 和战神4差不多 其实这些操作都是在仰盖一个真相 那就是加载新场景的数据 因为PS4是机械硬盘 独盘慢才需要这样的设计 给予仰盖 如果是Online PS5 完全没有必要这么设计 战神5的战斗部分我感觉难度不高 我选择的是最低难度 手残的玩家不用担心 但是战神5的解谜环节 我感觉比四代多了很多 而且难了很多 有的解谜是为了剧情推进 有的是为了解锁宝箱 如果脑残的玩家带双眼号的 建议多看看攻略 解谜环节和游戏难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很多谜题我在玩的时候也没过去 都是在直播的时候靠大家的帮助才过去的 估计如果一个人玩的话 会有很多人因为谜题气坑 因为解谜的环节太多了 好 下一条 我感觉战神5的剧情交代的部分 有点长 有点多 可能是为了乘上起下 因为故事要向前推进嘛 有的时候看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说 有的时候一边走路一边说 有的时候光说不走路 也不能跳过 我是一个不是很喜欢看文字的玩家 估计喜欢看剧情的玩家 应该喜欢这种方式 奎托斯的儿子阿特柔斯 它的操作手感很好 反应很敏捷 力道稍有不足 它的拉弓射箭加跳跃的那个慢镜头 感觉很好 带感 我现在玩到了那个黑人小姐姐出来了 我感觉战神5有一种大而全的味道 各个方面都要兼顾 但是这种大而全的作品 不一定所有用户都喜欢 也就是说你的作品做到了大而全 会让一部分老玩家不喜欢这种方式 感觉制作组在妥协 2018年的战神4当年给玩家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但是这个战神5是战神4的延续升级版 但是呢有一些重复 重复的地方还比较多 比如开场的那段打斗 我感觉战神5的开场对雷神的那段 给我的感觉已经没有了四代的那种新鲜感和兴奋了 战神5有创新但是不是那种推翻了重做的那种创新 我感觉是1.0升到了1.2或者1.5的那种 另外有很多战神的老玩家 他不喜欢战神5 他们更喜欢战神123 这是因为战神123和战神45 它是两种游戏 虽然名字都一样 主人公也一样 但是面向的玩家群体是不一样的 玩法也不一样 战神3我也玩过 它是那种速度动作游戏 战神4和战神5给我的感觉节奏更慢 更多的是剧情 另外解谜也比较多 是那种类似于RPG的感觉 我现在游玩的进度不到10个小时 距离通关还早着呢 上面说的可能不太准确 仅供参考 随后说一下是否推荐大家购买呢 如果你以前玩过战神4 而且比较喜欢战神4 那战神5是必须买的 这就好像看过哈利波特123456 哈利波特7也是要看的 如果你以前看过加勒比海盗1234 那第5部也是要看的 以前看过指环王1和2 那3也肯定是要看的 是一个意思 但如果你以前没有玩过战神的任何作品 也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 是被这波热度带过来的 那我建议你尝试一下战神4 至少玩上4-5个小时 如果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那可以买5 也可以通关了4再买5 如果要买建议买光盘 通关之后还可以卖掉回血 如果对战神5不着急 可以等几年 因为战神5的光盘版和数字版 早晚都会降价 早晚都会进入惠勉 早晚也会入库 你看现在那个2018版的战神4 现在2022年4年过去了 又入库了又惠勉过 现在光盘版也很便宜 最后如果说2022年度的TGA 最后是战神5还是老头华 这个还不好说 这个还要看市场的反应 反正我都买了